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就读于新加坡淡马西理工学院 之前在演讲的开始之前 我姑父有介绍到 我是从私立学校转到新加坡理工学院的 那现在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些 报考新加坡理工学院的一些信息吧 首先呢就是如何申请新加坡理工学院 申请呢所需要的条件呢有三个 第一个呢就是国内应届的高考成绩 一定要是当年的 不可以是之前的成绩 就比如说你要2020年入学理工学院的话 你就需要2019年6月的高考成绩 第二个呢就是完成国内12年的义务教育 这个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只要高中毕业 就算得上是完成了国内12年的义务教育 第三个呢就是雅思成绩要达到6分以上 或者是托福成绩达到78分以上 在这里呢高考成绩也是有一个衡量的标准的 高考成绩的最低标准呢首先呢你的总分一定要过国内的二本分数线 其次呢你的数学科目和英语科目一定要是该科目分数的60%以上 满分150分的话一定要差不多是90分以上 讲慢一点 好像有点跟不上 语速慢一点 好的我刚刚讲的有些快 那我现在放慢一点 第四个呢就是剩余一科或两科成绩 是该科满分的60%以上 如果是理科学生来讲的话 剩余的一科或者两科应该就是理终成绩和语文成绩 要达到该科满分的60%以上 其次呢就是申请理工学院的时间 理工学院的开学时间通常为4月中旬 所以对于明年2021年想要申请理工学院的学生呢 报名的时间是2020年11月 具体的时间呢需要等学校进一步通知 但是通知的时间往往会是11月初或者10月中旬 具体的时间学校会在网站上公布 申请的方式呢是要在学校的网站上申请 申请的同时呢你还需要去提交你的护照复印件 以及你的高考成绩单等 申请理工学院的结果的发放日期呢是在2021年的3月31日公布 但是呢往往申请成功的人是差不多在12月底 或者第二年的1月份左右会收到学校的邮件 学校呢会通知你去参加学校的入学考试 你考试成功之后呢学校会在3月底或者4月初告诉你被录取的专业等 所以呢如果你在这期间没有收到任何的信息的话 那差不多你能进去理工学院的机会就稍微渺茫一点了 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报理工学院的学校和专业史你需要知道的 因为有句俗话不是说考得好不如报得好啊 所以呢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些小技巧吧 首先呢新加坡共有五所理工学院 分别为新加坡理工学院 伊安理工学院 淡马西理工学院 南洋理工学院 以及共和理工学院 但是呢较为出名的呢还是前四个理工学院 分别是新加坡理工学院 伊安理工学院 淡马西理工学院和南洋理工学院 因为共和理工学院呢 相比较前四个理工学院呢 它的成立的时间是后成立的 所以师资力量来说 可以可能是比较薄弱一些 但是呢这个呢并不影响你申请理工学院 申请的时候呢一定还是要申请所有理工学院 因为你也不知道最后你会被哪一个理工学院所录取 所以这样呢你这样呢可以会有更多的机会 也毕业年最后一无所获的现象 其次呢就是理工学院呢会分为六个大的专业学院 其中包括应用科学学院 商学院 设计学院 工程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和信息科学院 每个学院呢平均会有五到十个专业 所以一个学校差不多会有42个左右的专业 申请理工学院的方式呢 就跟国内申请大学的方式是差不多的 都需要先选择专业 学校呢会给你三个专业 为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和第三志愿 你需要从42个专业里去选择三个专业 然后至于这些专业呢 金融学 信息科技学和医学相关的专业呢 在新加坡是比较热门的 所以呢 报专业的时候一定要避开这些专业 因为新加坡本地人呢会集中报这些专业 所以留给外国人的机会相当于是少之又少 就是可以说是几乎没有了 因为毕竟一个学院一个专业招生的人数是有限制的 但是根据每年每个理工学院招录取外国人的比例来讲 一般中国学生报工程相关专业的被录取的机会是更大的 说完了这些专业之后呢 我就讲一下如何添这三个志愿 第一个志愿呢就一定要可以挑一个自己非常想学的一个专业 可以是各个学院里的各个专业 因为我们抱着一个 万一有机会可以录取进去的一个心态嘛 至于第二志愿和第三志愿呢 就一定要从工程专专业工程学专业里挑专业 第二个志愿可以是你工程学专业里你最喜欢的一个专业 而第三志愿呢就一定要选一个最为保底的一个专业 我记得我当时选这个保底的专业的时候 我是列了一个表把每一个专业的录取分数和录取的人数排了一下 然后我选择了工程学专业里录取人数最多 分数呢较低的一个专业作为保底 因为当时只是想着能够进去理工学院嘛 所以大家呢可以采用我这个方法 但不是说我的方法就一定是最好的 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 说完了这些之后呢 想必大家都很想看一看和了解一下 我们理工学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 它到底有什么优势呢 它到底跟国内大学有什么区别呢 是什么会让你这么想去理工学院读书呢 接下来呢我就以我们学校的模式 来一一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学习生活之旅 首先呢先给大家看几组图片来介绍一下我的学校 这个呢是我们学校的外观图 看起来很好吧 这个呢是我们学校直接通往我们学校的一个长廊 怎么说呢就是一般学生会坐公交车下车之后呢 直接通过这个长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学校 而且我们的这个长廊顶上会有遮盖的地方 所以下雨的时候也可以为大家挡一下雨嘛 这个呢就是进入到我们学校之后 你会首先看到的四个专业学院的一个标志 你会去对应的学院去上课 这得根据你的专业是在哪个学院了 这个呢是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和我们学校的一个就业的一个咨询中心 因为我们理工学院第三年呢会有一个实习的工作 所以一般实习之前会去这个地方咨询一下 让学生更好的了解一下新加坡当时就业的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学生最喜欢的地方 就是我们学校的食堂 这个呢是我们食堂的内部和外部的一个环境 这边是座椅 然后里面会有一个各种各样的食物 马来餐 新加坡餐 以及中国餐 这个呢就是我们学校的其他设施 就是一个游泳师 一般呢会有很多想要游泳的同学呢 会平日里会来这里游泳 或者呢学校举办一些水上活动之类的 都会在这里举行 这个呢是我们学校其他的设施 就是一个室内的很大的一个空间 就是可以是打篮球 打羽毛球 打网球之类的 这边右侧这两张照片呢 就是我们学校室外的一个网球场和一个室外的篮球场 而最底下正中间的这张照片呢 就是我们学校得过的有关体育类的一个奖杯了 这个呢这张图片呢就是我们学校部分的停车场 因为会有学生和老师会开车来上学 这个呢就是我们学校的绿化环境 因为我们学校除了一些教学楼以及设施以外的话 还会有一些绿化环境供大家欣赏 所以反正来说呢我们学校就用一个字可以来形容 那就是大 我们学校是真的大 接下来呢我就进一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理工学院与国内本科到底有哪些区别呢 我呢就从学习环境课程的设定 课外活动以及毕业后的选择这几个方面来讲一下 首先呢就是学习环境方面 大家首先看到的这两张图片呢 就是我们平时上课的教室和走廊 就是一间教室接着一间教室 而且平日里会有保洁阿姨来清扫 所以看上去非常的干净整洁 这个呢就是左边的那张图片呢 就是我们平时做实验的一个教室 会有一些实验器材 老师会让大家动手亲自操作 会有一个直观上的感觉 而右边这张图片呢就是我们的自习室 学校呢会在六楼设有一个 很多个教室来提供给大家自习的环境 就是如果大家课后不想要回家的话 直接想留在学校自习 就可以直接到自习室去自习 这个呢也是我们学校其他的自习的地方 但是这个这些地方呢就比较宽宗一点 因为大家可以几个小伙伴呢 可以打包一些食物 坐在这里边吃边探讨一些东西嘛 聊聊天什么都可以 接下来呢我就是从课程设定方面来 介绍一下区别 但是由于我个人没有在国内上过大学嘛 所以我也不清楚现在国内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但是呢我问了我在国内的朋友 所以我就简单的总结和对比了一下 新加坡理工学院和国内本科院校 在课程设定方面有哪些区别 首先呢在新加坡理工学院呢 老师是会根据教材授课 收课的方式呢会通过视频教学 笔记教学PPT或者拓展的方式来给大家讲课 而且老师会跟学生的互动会比较多 因为老师平时会让大家更好 更积极的参与到和融入到这个学习当中 而且我们课后呢还可以看回放 因为学校也是为了让同学能更好的理解 和理解老师之前讲过的知识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学校还设有课外补习 就是给那些在某些科目上比较薄弱的同学 进行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的补课 会在课堂上有 其次呢就是在新加坡理工学院呢 我们学到的知识是很广的 而不是词版的 老师会给一些发散性的问题 让大家多方面的考虑 结合现实啊 或者是结合一些网络上的信息之类的 就是学的知识很广泛 而国内学到的内容呢 基本是根据课本来的 或者是联系一下现在 所以跟理工学院相比来讲 还是少一些拓展性的东西 其次呢在新加坡理工学院呢 我们会有很多演讲类的评估教学 什么是演讲类的评估教学呢 就是老师会给一个题目 我们自己呢需要去在网上查一些资料 写一个我对这个事情之后的感想 或者是我的一些思考 然后呢最后呢会以演讲的形式 呈现给老师或者是其他同学 而且我们这边会有很多小组形式的评估作业 这边也叫group project 就是三五个人呢是一个小组 老师呢会给一个命题 我们大家呢会分工合作 就是每一个人需要查资料 或者是研究什么的 最后呢会以一个小组演讲的形式呈现出来 所以呢而且在国内 在我们来理工学院之前呢我是很少会有这种小组式的作业 所以来到这边之后呢我也是学到了小组之间的分工合作呀 一定要配合啊一定要就是每个人因为每个人的观念都是不一样的嘛 所以最后呃最后呈现的时候一定要是大家小组的目标一定要是一致的 这样才可以让你小组的呈现是更更好的 而国内的本科院校呢 呃个人的论文是比较多的 而小组合作的呢就相比较而言是很少的 嗯最后呢就是在我们学校呢我们学校会很注重自主学习 呃因为大因为学校呢也想呃锻炼一下大家的自我思考呃的能力 所以我们学校的自主学习也是非常多的 然后呢就是课外活动方面啊 呃在新加坡呢呃课外活动是很重要的啊 这边呢也叫CCA呃像我们学校呢就一共有三类课外活动 第一类呢就是艺术类的CCA 艺术类的CCA呢就是包括一些主持啊呃 呃是唱合唱啊啊一些呃乐器的表演呢之类的 而我顶上的这两张图片呢就是主持的艺术类的CCA 呃这也是我报的一个CCA呃 呃左边呢这张图片呢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呃是在室外的一个主持的一些活动的照片 而但是呢现在由于疫情的关系呢学校是不允许啊大家聚在一起的 所以呢我们就会通过右边这种网上的教学方式来每个星期坚持我们的呃CCA呃第二个呢就是体育类的CCA呃体育类的CCA呃就包括一些球类的啊就是各种球类啊呃网球篮球呃足球之类的啊呃这几张照片呢就是我找我从我们学校网站上找到的一些呃同学们呃 呃训练的时候的一些照片啊呃我们学校呢最后一个CCA呃就是兴趣类的CCA呃兴趣类的CCA呃就是包括一些呃辩论呃呃呃呃志愿者呀或者是其类的呃那个象棋之类的呃这些都是叫兴趣类CCA呃而且呢我们学校还会呃时常举办一些呃兴趣类的活动 啊让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这个学学业生活中啊呃所以总的来说呢我们学校的CCA呢还是比较多的啊而且都是自愿的就是学校没有强迫你去参加某一个CCA啊所以学校呢还是考虑的比较周到的啊就是在注重学业的同时呢还更注重学生的爱好的一个培养 嗯最后的一个方面呢就是毕业后的选择问题啊其实呢有很多国内人都会认为新加坡理工学院呢就是国内的大专文凭看起来学历不高啊但其实在新加坡来讲理工学院的文凭是被认可的啊如果个人觉得文凭不够的话呢你还可以呃继续留在理工学院读大学文凭读差不多一到两年啊或者是呢你选择 去考取新加坡本科大学但是这个是有一定难度的啊因为一定要成绩非常优异的才可以去考取新加坡本科大学啊第三个呢就是毕业之后在新加坡本地找一份跟自己专业相符的工作提早就业啊这个呢就是可以为你总结一些社会经验啊所以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啊而国内本科院校就像我们同学啊我在国内的同学 他们一般都是毕业了业之后还要继续读研究生啊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因为国内现在啊大学生毕业真的是时代太多了啊所以竞争呢还是比较大啊但是也有少部分是直接工作的所以呢其实总的来说都是各有利弊吧啊可能对于以后想要留在新加坡就业的人来讲啊理工学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既然呢 那我都讲到了毕业之后可以有机会去申请到新加坡本科大学那我就接着简单的说说如何用理工学院的成绩去申请新加坡本地大学啊在这边呢理工学院一般是三年的时间啊一共是六个学期啊每个学期呢期末都会有一个GPA的成绩啊GPA成绩呢就是在这边啊算成 成绩的一个方式啊GPA呢满分14分所以你六个学期下来一共会有六个GPA成绩而最后你要以的是啊你要用的是这六个GPA成绩的平均GPA成绩去申请新加坡大学啊并根据你在理工学院的专业去报考对应设计的新加坡大学和专业但是呢不同大学不同专业的GPA分数线呢是不同的但据我统计 GPA至少要达到3.6以上才可以报考新加坡大学啊像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之类的大学呢GPA呢至少要达到3.8以上而且有的专业呢还是需要面试的所以对于啊理工学院的学生来说啊这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而且每年能考上新加坡大学的理工学院的学生呢也并不是很多啊但是如果想申请的话 也一定要申请啊啊因为毕竟啊万一有机会可以进去呢啊最后呢就还是有一种方法就是因为理工学院毕业之后呢是可以找工作的啊所以呢如果想继续读的话也可以是一边工作啊一边念新加坡大学 也就是part time读新加坡大学啊最后呢啊我就简单的说一下理工学院的优势吧啊首先呢第一个方面是费用方面啊外国人申请理工学院的费用会比新加坡人和永久居民的费用高啊但是政府呢会有助学金项目 啊会帮你省去一半的费用所以相比较而言就是对于外国学生来说还是算是一点小福利吧啊但是也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你毕业之后必须要在新加坡工作三年啊但是对于那些啊想要留在新加坡工作的人来说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一个办法啊第二个呢就是奖学金方面 嗯学校呢会设有奖学金项目啊只要成绩优异呢就是在第一年的半学期考试结束之后你就可以去申请啊这个我们像像我们学校啊申请奖学金的话就是第一学期的期末成绩你的GPA成绩一定要达到三年五分以上就可以去申请这个奖学金而且呢这个奖学金呢是不分国籍的只要在校学生成绩优异就可申请所以也没有一些歧视的现象 或者是指给新加坡本地人的现象啊第三个呢就是实习方面啊理工学院呢会在第三年上半学期去安排实习啊学生呢都会亲自到公司去体验啊真正工作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啊这样呢也为大家啊总结了以提前总结了一下经验嗯最后呢就是总的来说呢就是比起私立学校呢啊理工学院毕业 后呢会比较容易找到工作而且因为而且政府学校的会更有知名度啊同时呢理工学院的实习呢会帮助你总结一些经验所以算得上是更容易找到工作吧啊最后呢其实就是每个人的选择都是不同的啊每个人考虑的角度呢也是不一样的啊留学呢可以说是一个锻炼人的机会但是也不是 但是但也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啊但是呢啊我还是希望我的分享我分享的信息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收获啊我也希望我分享的信息呢能够帮助到那些想要留学新加坡理工学院的人啊最后呢我的分享就先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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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